84. 《星島日報》 《錦止不了的動漫》 2015年5月9日專欄 名館香蕊江最近 本港網上流行一篇內地禁書名單 內面演 內地文化報 指定為不合適的日本動漫畫 網上有名的 有偵探漫畫名 偵探魔男 《江源傑不久的火影忍者》等 都是世界之名的作品 有報導更指 北京電視台配合政府動作 在節目上大師批評安藍 說他是答案原精X號 但實際上是一本活生生的犯罪格科書 文化報又禁掉一些有女性打鬥場面的作品 指他們打彩 為色情的擦邊球 同類型的批評 其實全是老調重彈 而且空泛不堪 令人覺得事莫須有 指示 日本作為動漫大國 每年出版的新作品數量數以百計 內地官員有沒有精力逐一清產呢? 你有你管 我有我做 這邊雙內地官員大 上身 哪邊雙日本政府官員 卻各個大力推動地區動畫人物 每年 日本都會舉行全國吉祥文創作大賽 鼓勵各院市創作具地方特色的角色來推動經濟 最近在本港隨處可見的黑熊 便是來自熊本願政府的傑作 三重源自摩市及伊河市更逸分別製作了海女及一 Kunaiichi 把女字拆成三部份 子女忍者 兩個女性動漫人物作為是代表 矛頭直指一眾宅男 內地年輕男孩可能大為心動 內地文化部可以命令中文網站把問題作品落 更無力阻止日本創作單位製作有關動漫 粉絲在內地看不了 到日本 香港及台灣旅行就可以看個舊 所謂整頓 只不過是自欺欺人 要內地年輕人改變口味 中央不如大力培植中國漫畫家 反攻日本 把讀者搶過來 不過屆時文化部首喜都樂 一經審查 可能就把前鑑墊步篩走 最後還是對抗不了日本動漫的遠實力呢? Rakimechanic at gmail.com 逢二 四 六刊出